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枢纽分析表 第一个我们一样切到那个通讯产品工作表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怎么样 插入那个切过来 然后游标只要放在 我们要统计资料的任何一个储存格里面就可以 他会自己帮你去找到这个整个范围 所以按一下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他会出现什么 他会出现说第一个问题 他会出现说 请问一下这个范围选取的范围是不是你要统计的范围 他会选到哪里呢 这个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名称加金摊号前面就工作表名称 后面的话就是A1到G20 看起来应该没错 不过理论上他应该是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范围 按确定 好确定之后的话 他这个时候会帮你产生什么东西呢 他会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会发现 他会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在前面 并且呢 帮你产生一个叫什么 Pibet是Catch的东西 Catch就是有点像是快取 让你好像暂时可以做一些东西 但是还没产生 那你必须要提供一些讯息给他 那怎么提供给他呢 请你看那个最右边这边有个清单 那他的做法是这样 请你把上面这些叫蓝 蓝位的名称 也就是我们已经产生蓝位名称 把它拖拉到下方 下方有四个区域让你拖拉 那这个区域里面的话 最重要的 其实如果你要显示哪些蓝的话 你就可以把什么 产品名称 拖拉到列标签 一般列标签是最主要的 你要统计什么资料 你先贴拖拉到列标签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帮你做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动作 蛮像是移除重复的 拖拉过来 移除重复了 OK 第一步 所以 其实刚刚的动作 我们延伸到枢纽分析表 我把它类举 两边你比较可以理解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都要统计几笔 你刚刚不是我们用Conif 但如果你今天 不用那个Conif的话 你直接怎么样 把区域名称 拖拉到这个Sigma值这里 拖拉到值这个地方 放开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他会出现什么 766 切到产品的报表之后 766 你会发现哦 他帮你统计出来 比数 会跟Conif的结果一模一样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算比数的话 你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拖拉给他一个名称就可以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把那个名称拖拉到 这个S里面的话哦 假设里面不是数字 他就帮你算起 如果里面是数字的话 他就帮你加转 OK 所以哦 如果假设了 我们今天拖拉那个单位台 那单位台里面都放数字嘛 那你如果放数字的话 他就直接帮你加转 所以第三个啦 也许我要是那个单位台 把它拖拉到值里面放开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就单位台 他就帮你全部加转 那这个数字跟刚刚一步一样呢 四六三零零看看 四六三零零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啦 你会发现 苏牛分析表 就是 如果你拖拉给他一个数字 他有点类似我们用三米斧的函数 OK 应该可以懂二逻辑吧 所以我大概 为什么要先讲前面这个 其实主要你如果了解前面 你苏牛分析表 你大概就知道他在做什么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我如果要统计什么 它的销售额一样 再把它拖拉到SIGMA值里面 放到最下面去 不过这个空间可能有限 我把它稍微往上拉一下 那因为我的解析度调的比较小 所以我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 假设要针对产品名称 去做什么样的值的统计的话 那你会发现我全部都把它列在哪里 列在列标签 那同学可能搞不清楚就列标签 列标签是纵向的啦 实际上 纵向这个区块就是列标签 所谓的列 特别说列标签指的是横向的 列是横的 蓝是重的 OK 只是说因为 这个名称我是觉得怪怪的 反而会让你理解更混乱 反而像这个名称你大概知道一下 列是横向的叫列 纵向的是蓝 只是说名称取这样 大概知道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快可以做出什么 做出一个像 类似像刚刚的 我们要的一个简易报表 但是我是用 梳纽分析表快速的帮我产生 那再来的话 请各位就是把这个工作表3 因为它有个 我是觉得不太顺手的地方就是说 它新增工作表会放在最前面 所以请各位再把 它产生的这个工作表 帮我拖拉到最后面 并且也许把它改一个名称 叫做枢纽分析刮糊产品 就是这个是枢纽分析表做出来的 这样的话名称改一下会比较清楚一点 也许用枢纽分析表 也许用枢纽分析表刮糊 也许用枢纽分析表 然后这个叫产品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产生一个 类似刚刚的这个一个结果 那至于这个细节部分 还有哪一些功能你可能要知道的 比如做完之后 那当然有几个地方 可能需要先改的 哪些地方可以改 你会发现说 老师这个上面列标签这几个字 感觉不好看 我觉得好像有点 就是碍眼 我希望改变它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列标签 有两种做法 一个要不就是让它不见 一个要不就是改它的名称 那怎么样让它不见 其实如果你要让它不见的话 非常的简单 请各位呢 找到那个上方 因为我这个版本是2010的 你找到上方有个枢纽分析工具 如果你是2010或好像2007吧 上面叫选项 选项 如果你是2013以后的版本 它好像叫分析 OK 版本不太一样 不过大概应该 其中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 这边有三个按钮 目前是按下去的状态 那其中的话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栏位标题 所以如果你要把栏位标题拿掉的话 不显示 你就按它一下 它就不见了 如果你再按一下 它又出现了 要不就是你把它怎么样 不要让它显示出来 可是呢 第二个你想说老师我一定要让它显示 可是我要改名称 对不对 那可以啊 如果让它显示 怎么改呢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这边也许可以叫什么 产品名称 改一下 Enter OK 这样就可以修改 不过注意一下 像这个上面这些名称都不能变更 只有这个可以变更 其他有些不是什么都可以改 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什么呢 资料标签 资料 它有栏位标题 栏位标题这个可以显示不显示 也可以变更名称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加减 你说老师这个加减什么东西啊 加减按下去 奇怪 怎么都没有任何反应 再按一下 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反应 这什么用途 其实主要是因为目前 它还没有列标签 目前只有一个栏位 未来如果说我们可以做多做一件事情 请你把年度有没有 拖拉到列标签的第二层 放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你可以再分析产品的年度的栏位哦 OK 所以也就是说列标签是第一层 第一层是产品名称 第二层是它的年度 甚至还可以第三层 第四层 反正一直把它叠下就对了 如果你上面有栏位 你就把它拖拉下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 加跟减就出现了 加跟减 其下是减嘛 你加减其实就是把它展开 有没有 把它再点一下就是 全部都把它收折了 然后你如果你要展开的话 就是再把它按下去 打开 打开一层 有没有 感觉有点像一层一层的 所以未来你可以怎么样 让它有那个收折 随时要看年度 不看年度 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做 但是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它多个功能 如果你不希望它显示的话 你就把可以把加跟减这时候 按下去 它就全部就没办法 所以你会发现加减 你会发现奇怪 前面我就没办法看年度了 OK 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里面还有年度 除非你要按一下加跟减 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展开 你还可以展开之后的话 再把它关闭 那意思就只能看那个大哥大手机这个的年度 其他看不到 至于这个功能 好像很少用 反正知道就好了 因为有这个功能 我顺便讲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就是说上面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 至于就是说 如果你最后年度不要了 你要把它删除怎么删除 像我的习惯 用拖拉的 我们刚刚不是往下拖拉 那如果你要移除很简单 往上拖拉 拖拉到这里就删除了 反正就是 向下就是加 向上就是去掉 OK 所以如果你要移除的话 你就拖拉到上面去就好了 拖拉下来 拖拉上去 这样很简单嘛 当然它其实是可以打勾的 可是打勾的话 有时候它放的位置 不一定是你要放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你用拖拉的比较正确 你用拖拉会比较直觉 可以用拖拉的方法 移除的话也是用拖拉的 好那这边的话呢 最后就是还有 一个部分就是说 还有什么呢 栏位清单 那栏位清单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些同学 有一个习惯 只要看到叉叉 就会想要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没有一个叉叉 小小的 好像把它点一下 好像就感觉手痒 就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有个问题出现的 点下去 奇怪了 老师我那个 栏位分析表 那个设定的画面不出来了 坏掉了吗 其实不是 那个东西叫什么 那个东西叫栏位清单 OK按一下就好了 OK所以这个东西记得 那你可以从这边关了 你要打开的话 比如说你理论上游标放这边 他应该旁边会出现 那个清单 那个叫栏位清单 如果你那个栏位清单不见的话 记得是在 我这边要选项 如果你的是新版的话 可能是分析 里面就有栏位清单 按一下就出现了 OK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可以开关的 那理论上就是说 你游标放进去 放外面 他就会关闭 放进去 应该就会出现 但是如果你放到那个 栏位分析表里面 不出现的话 那你记得怎么样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关掉的话 就是从 选项 栏位清单 这样就OK了 那最后的话 我们为了让它变 稍微漂亮一点点 在选项的旁边有个设计 理论上常用的功能就是 把它换个颜色 像我习惯用什么 用那个中等生前里面 比如说 大概是这个 绿色的话 按下去 马上就可以有个样式出来 所以如果 最后 请各位试一下就是 我如果要产生一个 所谓的 产品名称的那个简 不是报表 不是简易报表 是直接用枢纽分析表 帮我统计一下结果的话 那我可以用那个 枢纽分析表 很快也可以做出来 所以 拖拉如果是 里面不是数字 它就变成有几个 如果拖拉里面是数字 问你范围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就确定 然后会帮你把工作表放前面 产生一个这样的 一个catch 那我就把什么 区域拉到列标签 把什么呢 我要统计的 一样在区域再列 拉到值 第一个 区域的比数算完了 区域的台数 帮我算一下 台数也算完了 银业额帮我算一下 银业额也算完了 再把列标签点两下 这边改一下区域好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弄漂亮一点点 设计里面 把它改一下颜色 反正底下 我习惯用什么 中等深浅 因为 上面这个浅色太浅 底下深色太深 中间好了 点一下 这样是最简单的 有时候其实就一个简单的流程 就可以快速的产生我要的东西了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 把这个工作表 再移动到最后面好了 移动到最后面 并且把名称改成叫 枢纽分析表瓜糊 枢纽分析表 工作表4 叫枢纽分析表 然后叫区域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工作表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完 我们要的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刚刚的部分 至于还有其他的功能 我们待会 再看其他的部分的时候 再加上去 那试一下就是 把那个 刚刚两个 产品 跟